圣经中的旧约 主要是西伯来文和少数的亚兰文所写成 想要第一手认识圣经 挖掘更深圣经争议 学习西伯来文必不可少 透过每周一句圣经西伯来文解析 及灵修分享 陪伴你轻松学习西伯来文 欢迎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 西伯来文轻松读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西伯来文轻松读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看的经文是 民数纪三十二章十二节 提到的 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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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听众们听到这一句 短短的经文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这一句经文是指的谁 就是指迦勒跟约书亚 因为在旧约经文里头 神指着他们专心跟从我 只有是指这两个人 就是迦勒跟约书亚 大家看到讲义 会有两列 一列是西伯来文原文 一列是他的中文翻译 我们先来看这一列的西伯来文 同样的规则 我们的阅读顺序是 由右到左 由右到左 那大家可能在阅读西伯来文当中 应该也已经熟悉了 会发现 西伯来文呢 很常是上下合在一起 组成一个字 或者是左上方的点 右上方的点 变成是母音等等 我们先来看 原文的这一列有四个字 这四个字呢 合成了一句话 就是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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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呢 它严格来说只有一个字母 因为左上方的这个右的 这个字 它其实是母音 在这边呢 它是跟这个字 第一个字母的下方 这个短母音 一合在一起发音 发成长一 长一 那我们回来看这第一个字母 它是Kaf 西伯来文的字母Kaf Kaf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黑点 所以它念的音 发的音就比较重 它发K的音 K的音 所以K加长一 所以是Key Key Key Key是因为的意思 Key 因为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看起来好像有四个字母 但是你会发现最后一个字 是母音字母 发成Wu的音 我们先来看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 是Men 希伯来文字母 Men Men 如果是放在字首的话 它是发M的音 M的音 而它下面这个一点 是发短音的E E 所以是Me Me Me 而第二个字母是Lamed Lamed Lamed呢 它的发音上是发L的音 而它下方的这个冒号呢 它是发成A的音 所以L Mila Mila 再来第三个字母 是Alef 它是母音字母 不发音 而第四个呢 它其实不是字母 它是属于母音字母当中的一个 它发成Wu的音 Wu的音 所以这整个字的发音呢 会变成Mila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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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的原文的字意是 充满成就的意思 那这个字呢 在这句经文里头呢 跟专心好像有点相差甚远 但是或许听众可以想象 当你整个人是充满着 跟着耶和华神的时候 这个可能就被形容为 专心的一种状态 通常呢 我们在中文里头 当我们讲专心专注的时候 可能是你的心 或者是你的注意力 都全然在某些事情上面 但是这里 经文里头的这个所谓的充满 要把它翻译成专注的状态 或许应该是指说 全人的来跟随着主耶和华 这种状态才是被称为专心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字 是Ahari Ahari Ahari是跟着的意思 那Ahari呢 实际上它是三个字母 三个字母 因为它第四个 就是左上方那个右的 其实是一样 它是母音里头的发音的一个成分 那我们来看这个字里头的第一个字母 它是Alef 墨音字母 我们已经非常强调这个墨音字母 它不发音 那通常它都会跟着有一个下面的一个母音 有发音的部分 所以这里的E 看似像中文E的这个字发成短A 短A 再来第二个字母呢 是Hit Hit它的发音是喝的音 喝的音 而下方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母音 大家可能比较少见 但是这里不奇怪 这个很好玩的两点又一横的这一个符号 这个母音呢 我们把它发成A 也是类似短A的一个音 然后再来第三个字母呢 是Rish Rish呢 是在发音上 它是发成R R的音 就像英文的R的音 这个Rish下方的这平行的两点 加上左上方的这个一撇 我们把它发成A A 所以R加上A 就是Ray Ray Ray 整个字的发音就变成AhaRay AhaRay AhaRay是跟着的意思 跟着 AhaRay 跟从 跟着 再来最后一个字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教学过 就是 它是 亚维 我们通常是念成亚维 但是它是四字神明 它是特别被念成亚维 或者有一些犹太人念成Ado9 那最主要是避免 直呼 神的名字 耶和华 所以这里比较多是 目前是念成亚维 看到这四个字 我们就直接念亚维 好 那我们把这四个字都学过一遍之后 我们来学习 多发音几次 好 让我们 请记在心 把经文记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慢一点念 我们慢一点念 阿哈瑞 跟着 阿哈瑞跟着 阿哈瑞跟着 亚维 阿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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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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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哈瑞 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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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维 亩信 к米 亩维 上帝透过圣经启示他自己 对圣经语言的精确理解 可以增进对上帝的认识 想在神的话语中 找到珍贵的宝藏吗 欢迎继续收听 向乐老师主讲的 希伯来文轻松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句经文的解析 明书记三十二章十二节说 唯有金尼喜足 耶父尼的儿子迦勒 和嫩的儿子约束亚 可以看见 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迦勒和约束亚 能够进入应许地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专心跟从耶和华 上帝喜悦专心跟从他的人 专心跟从的意思是指 完全地依靠和顺服神 他们不被外界因素影响 单单仰望永活的神 因此得到了进入迦南的荣耀 真正的信仰是在看环境之前 先看神 测请听神的话语 明书记三十二章前几章提到 进入神的应许 要连于神 晓得神的心 而第三十二章讲到 我们跟随神 要有信心的看见 刘便 迦德和马拿西半支派 正面临着这一个考验 他们在河东 得到西红和巴山王厄的土地 并且还有激烈地 作为他们的产业 却不想在约旦河西的迦南 得着应许之地 刘便子孙和迦德子孙的 深处极其众多 他们看见亚谢地和激烈地 是可牧放深处之地 就来见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萨并会众的首领 说 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 前面所供取之地 是可牧放深处之地 你仆人也有深处 又说 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 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 刘便子孙和迦德子孙的 深处极其众多 原文中不是 刘便子孙和迦德子孙 这句话在前面 而是 牛群啊 牛之啊 极其众多 刘便子孙迦德子孙 看见 亚谢地和激烈地 是可牧放牛群之地 英文写着是 is the place a place for our cattle 这一节一开始 就是说 牛群很多 然后 这两个支派 看见了这地方 便说 is the place 就是这地方 这地方 the place 不是指迦南地 而是指 a place for all cattle 可牧放深处之地 神很祝福他们 他们在旷野 一路打仗 牛群便越来越多 当他们看见这地 便说 就是这地 我们的牛 可以在这里放牧 其实 刘便和迦德 是想得着经济 他们希望要有一个地方 存放他们的产业 他们就去求摩西 和以利亚萨 说 这地是耶和华 在以色列会众前面 所供取之地 可牧放牛群之地 他们要求摩西 和以利亚萨 合理一点 这地是最好的 他们求恩典 要以这地为业 而不要约旦 和西的迦南地 他们只看见牛群 却看不见神 摩西一直带着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 如今快要离开了 原来 刘便加德这两支派 一路走 不是看着云彩 不是向着应许之地 而是一路看着自己越来越多的牛 并且适合牧牛的地方 摩西看见他们如此的自私 没有信心 就很神奇 责备他们两件事 第一 他们的弟兄会过约旦河打仗 但是他们就自己坐在那里 不去打仗 会让弟兄灰心 影响大局 第二 他们不专心跟随神 会令神生气 使这众民灭亡 我们要看见神 不要跟随世界 而且要有信心地看见 不要只求赐好的东西 因为赐好是最好的敌人 两支派的人哀尽摩西 就是来哀求 很靠近他 靠近 行进 有敬拜的意思 这两个支派 虽然支持摩西的话 但 又要摩西顾及他们的牛和家庭 要为深处累圈 为富人孩子造成 他们表示 会带兵器过约旦河打仗 但这地真的很适合他们的牛和妇女 这两个支派所求的都是赐好的 他们不要应许之地 他们只要河东这边 这一块土地 虽然这地可沐放牛群 对经济来说是好的 但却不是神的应许 他们所得到的地 是摩西允许的产业 而不是神应许的产业 这不是神的心意 他们不晓得神的心意 不知道神永恒的计划 只看到了赐好的 就被吸引了 不去拿那最上好的 好 我们再来吧 这一句 民数记三十二章十二节的 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的 希伯来语言文 多读几次 Ki Mila Wu Ahare Yahweh Ki Mila Wu Ahare Yahweh Ki 因为 Mila Wu 充满 成就 Ahare 跟着 Yahweh 耶和华 Ki Mila Wu Ki Mila Wu Ahare Yahweh Ki Mila Wu Ahare Yahweh Ki Mila Wu Mila Wu Ahare Yahw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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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 Mila Wu A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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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weh Ki Mila'u Aharay Yawei Aharay